不立基隆醫院外 民眾排著隊 還有小朋友被爸爸抱著來掛急診 但就在前一天 基隆也出現一起 最小2歲確診童死亡案例 小兒感染專科醫師 我們現在小兒感染專科醫師不多 當時的判斷 我們都知道他5月12號是PCR陽性確診 所以當時小兒科根據他的臨床判斷 他認為除了COVID-19以外 這個是一個急性腦炎 急性腦炎所以認為 必須要有小兒專科的加護病房 所以不立基隆醫院也就在 因為我們都有一個醫療平台在設計轉成 所以不立基隆醫院大概在10點半左右 認為這必須要轉介到 醫學中心的一個小兒加護病房 這時候我們的衛生紙也就介入 所以我們是屬於台北區的醫療網 緊急醫療網 透過這個緊急醫療網 我們最後找到台北榮總可以收治 所以我們大概11點半 大概11點26分的時候 就給布基這個訊息 請他們跟台北榮總可以醫師做一個對接交班 所以後來那個布基榮總就把他轉到台北榮總的 台北榮總的急診 那當然是後面當然是不幸的 那在台北榮總大概處理了六七個小時以後 在5月14號的早上 大概接近9點8點55分而已的時候 就宣布小孩子 小朋友到醫院的時候因為他發高燒 所以我沒有給他抽血做檢查以後 我跟他推燒藥 那後來就是我們還有照顧光也給他氧氣 因為氧氣都稍微低一些 對 這是我們小朋友到急診的初步處理 那在中間過程當中他又有在抽菌 所以我們有給他一些抑制抽菌的藥物 小男童到院後經小兒科匯診 判定是病毒性腦炎 經過衛生局協助轉送北榮總 中間也持續點滴藥物治療 但在凌晨2點轉送北榮 進行處置急救治 但還是在早上8點55分急救不治 小兒科匯診看過之後 他認為他是屬於比較重症的病人 發疑是有腦炎 所以當時就建議說安排轉院 所以我們有通知衛生局 然後也聯絡長庚 然後後來是衛生局建議說 還是建議我們去轉到北榮區 所以我們直接聯絡北榮 然後就轉過去了 這個最後要由中央去做一個判斷 但是我們知道直接的死因 應該是一個急性老人 然後多重器官的一個衰竭 然後他有敗血症 有各式各樣 然後肝臟的功能也不好 各式各樣 但是是不是跟COVID-19 是不是有一個直接的關聯 必須等中央的一個依據病例 兩邊的一個病例做一個直接判斷 這名小男童不幸身亡 消息傳開令人遺憾 男童病況一天內急轉直下 小小生命沒了 留給家屬無限的悲痛 記者黃燒民 基隆報導 當時 PYS 他就是很高的 我選成的